下午的4點43分 就在總統府前發生了 有一名50歲左右的男性 泼汽油自焚 最新的狀況 立刻請現場記者周靜宇 來帶您關心後續 好 主播觀眾 就在今天下午4點半中左右 在台北市總統府前的 凱達格蘭大道上 是有一名年約37歲的 黃姓男子突然引火自焚 嚇壞了眾人 目前警方已經有了 最新的案件說明 我們就來聽一段 稍早的警方說法 那他今天在4點42分的時候 自行獨自從28公園走出來 然後走到總統府前 那員警看到他走到路中間的時候 就直接喝止他 結果他就直接拿起打火機 就朝身上點 然後就直接自焚 那員警見莊之後 和陷阱人員直接拿滅火器 直接滅火 然後並且直接取水 替他降溫 期間也直接通知救護車 前往把他送往台大醫院 那目前在台大醫院插館急救中 這個黃姓的這個 這個自焚的人 他曾經有來過 總統府的陳情 他是因為 跟媽媽的朋友 媽媽朋友 有訴訟的官司 他認為 新北地檢這個部分的話 所做的不起訴處分的部分 有不公平的狀況 可以聽到這名黃姓男子 其實呢 在今年的4月27號 就已經跟他的媽媽來到總統府前來進行一個抗議陳情 但是呢 因為他認為說自己的案件沒有獲得重視 因此呢 在今天下午大約是4點40多分的時候呢 他就拿著刀子在總統府前的廣場上走來走去的 那麼被憲兵呵斥了之後呢 他是憤兒拿出了打火機 那麼疑似在事前呢 也已經在身上就已經燃好汽油了 因此呢這一點火之下呢瞬間把自己是燒成了一團的火球喔 那麼在現場呢 這個觀光的陸客都被嚇了好大的一跳 警方呢以及消防隊員來到現場是趕緊將他身上的火勢進行撲滅 並且將他送上單架來灑水降溫 並且送往台大醫院 目前得知呢 他全身是有80%的二度燒燙傷喔 也正在進行插管的急救當中 還沒有脫離生命危險的一個狀態 而他家屬呢 也已經到了醫院裡頭來進行關心 警方呢也正在對案情進行更進一步的了解 以上是目前在現場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